挑战开着小火车吃零食 火车停到哪里 我们就吃哪里的零食 你的手上有两张指引卡 所以甚至小火车行起了轨道的速度 轨道周围有一些特别美味的零食 还有一些奇葩的零食 我想吃沙奇马 然后最初想吃的就是这一碗蒜汤 我最想吃的是铜锣烧 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贱吗 我不是老司机了 我先开始 这是小火车的出发点 在他的前方给他来个左转弯 这个弯道的糖我一个都不想吃 必须给他加速 弯度也太大了 必须来个左拐 这道路非常平稳 来点休闲音乐 先给他我最弯吃了 给他来个快速逃狗 没有左转弯达了 就来个交替直行火转 见面太可怕了 来个巨火车的警笛声 再拐弯出来一个倒车户前行 第一次路口给他安排一个直行或者左转 这个举手最想停留的地方 所以给他安排一个停车等待几秒 一个智能小火车 他完全能实践出我给他的指令卡 接下来就看你的咯 启动小火车 左拐左拐 怎么倒车啊 夹动小火车 我的火车这么快就停下来了 逼他最劲的是地球堂 虽然吃不到火烧 但地球堂也不错 先咬一口北半球 酸酸甜甜的 你们要夹心咯 我的小火车要反其道而行 不跟你走同一条路 在风景好的地方 速度要慢一些 应该诱拐的时候绝不喊祸 看到剑墨还不赶紧加速逃跑 继续诱拐 我们穿过口道了 诱拐和执行都可以 遇到好吃的当然是要停下来 平坦道路随便怎么开都无所谓 咱们可以走走停停了 寻宝后加速 再来一个右转大拐来 幸运小火车出发吧 走走走 转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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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转栏转栏转栏 再走栏 停 停 你不要后退啊 你去哪里 停停停停停 你快让他停下来 去走走走走走走 哎 又堵了 太棒了 但是你还会走反 不会吧 你在这里停下来 那把路走反呢 不说 平常位置也太尴尬了吧 你的小伙子也太会选位置了吧 前有爆酸糖 后有芥末 如果对我应远的 你就选一个吧 怎样都不想吃了 那我就吃爆酸糖吧 好歹比芥末要稍微强一点点 拴到呛鼻子 眼眉都拴出来了 可惜没撤红螺烧 那快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等火车再走一把 这把我一旦撤红螺烧 大姐之前设置的指令 非常的顺畅 如果找在她的机场 再加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在拐弯处贴一个加速前进 没有可能冲去那道 冲向红螺烧或者是杀鸡马 小火车出发 过去了过去了 他怎么骗你鬼刀了 不是那边 不过让你绕一下 以为可以的 拐弯拐弯 拐弯啊 你不能在原路一直转 拐弯拐弯 拐弯拐弯 yes 你这么按我预想的停下来了 得到了一份杀鸡马 嗯 真香啊 怎么样 果然是老司机 肥死你